你在想要面對酸民的一些功夫 你的手很酸對不對 是 那演唱過的部分現在還OK嗎 再站一下喔 我有我的罷免權 曾經發生過一些比較不好的 或是負面的經驗嗎 也是有的嘛 但是我覺得 就像阿關剛剛在後台跟我們講 很多難免有過 當主動者或是被動者的角色 那當然在這個印象當中 我們都回憶都會是 可能比較鮮明的一些事件 比方說我曾經分享過的 到調味乳啊 或是課本在垃圾桶找到啦 這都有 然後我相信我也不是第一個 也不是唯一一個 也不會是最後一個 所以我們今天才會要 阿福也能不能來 幫忙宣導跟理解這件事情 我覺得理解才會使人 就是慢慢的放下 或是慢慢的去接受 我們現在的處境 進而去解決它 我覺得很重要的是 一件事情溝通 因為我以前是那種 在校園裡面不太講話的 所以其實多多少少 一定會引起一些誤解 可能你為什麼不跟我們相處呢 那這也是我事後檢討才會發現說 我自己原來有一個可以負責任的地方在 那開口會不會很難 會啊 當然會啊 所以需要很多的幫助吧 包括輔導老師也好 校園的導師也好 或甚至是我們的一些單位 包括俄福聯盟 都是很好的管道跟方式 我覺得現在的小朋友 真的算蠻幸福的 因為一路走來 我們在這個過程當中 理解到校園很容易發生很多 大人視野外的一些事情 包含剛剛說到霸凌 或是被霸凌 或是甚至是裡面的一些 歧視等等的問題 那其實對於心裡的成長 就是會有那麼的一點不健全 所以這時候這些單位 在經歷過這麼多事情之後 越來越積極的在處理這些事情 我覺得是真的相對幸福 那他現在很好啊 所以我們一直都沒有任何問題啦 對啊 因為我覺得 我們真的想要呈現的是一個 開店的一個狀況 然後開店本來就難免會有 很多的意見上面需要去調整等等的 所以我是跟他是私底下理解 是不是 我是寧願在節目上面 發生問題溝通 然後解決問題 與其在私底下解決 我覺得在節目上解決會更好 對 會更 就不要害怕 因為我覺得本來開店本來 就不是人人都會 那每個部門當中的協調溝通 我覺得職場上面的霸凌跟智慧 也都是可以在這個節目當中去學習到的 那最新一集好朋友阿粉好像有去看法 對 怎麼會想要找他一起來 我是我早的 我自己是 我自己 你們看預告是覺得我是反應很大 因為我真的是傻眼 然後包含跟他一起來的朋友就是 我也不知道他為什麼願意接這個通告這樣子 就事後問他為什麼嗎 說你們也太就是 我當然很開心他們來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他們會願意來玩這麼大這樣子 以為是來到玩很大 對 那事後當然很開心 那因為 為什麼我猜得到 除了我的直覺很準之外 因為我跟鬼鬼的共同朋友真的不多 對 那知道如果有什麼來賓來 因為覺得很驚嚇 或驚喜 如果他們找到他嗎 嗯 目前喔 目前我覺得都還好了耶 最大的挑戰應該都差不多 媽媽在上一次有來過了嘛 那是我自己主動的找 可能爸爸嘛 對 因為爸爸就像我說的就是 很難跟爸爸開口 說我愛你啊或什麼 其實跟爸爸的互動 也是需要一個突破的 可以找一些姐姐來 比乎什麼姐姐 不會啦 我覺得共好共榮吧 嗯 那我覺得到最後就是觀眾自己 非常有眼福這樣子 那我們呢就是 努力的把它做到最好 因為畢竟我們已經挑戰到 最不可能的任務了 就是從零到有 從打地機到挑家具 我要強調 那些室內都是我挑的 還是說之後可以找以前的 比如說同事啊團員啊 一起來玩 歡迎歡迎 如果他們不會覺得 我自己沒有什麼界線的人 我覺得大家在演藝圈 我們畢竟這圈子也不大 然後大家可以玩在一起是最好的 心路旅程你想聽嗎 你想聽嗎 我們可能要做個專方 今天在這邊講不完 我覺得經歷 我覺得我很開心 自己能夠經歷過高高低低 然後也在大家人面前 經歷我自己 從不敢做自己 到很勇敢的做自己 到把自己這個能量 分享給所有的人 這一件事情 是我目前最欣慰的事情 爸爸 反倒是我堂哥 傳來說 無家之光 哇塞 太沉重了吧 對 但是 就是一個喜悅 看到他們 在我身邊也是擔心了很多年 一直到現在 終於讓他們比較安心一點 這個我也是滿欣慰的 責任一直都是我覺得 做藝人最重要的事情 包括像今天出席這樣的活動 讓大家知道 我們在關注 或者是說 平常對於自己的粉絲朋友們 去讓他們理解 付出是為什麼會比較快的 這件事情 對 你的手很酸對不對 那演唱會的部分現在還OK嗎 再一下喔 20號嗎 出火如荼 然後最近也發 就是 讓大家 我有發了一個攝影 然後 記錄一下我從這個時候到 演唱會的紀錄這樣 那 因為很多人問我說 你怎麼有辦法 完成這麼多的事情 包括你自己的副業 我只想說 跟分享說 我是善用每一個每一個 零碎的時間 我很享受 利用這些零碎的時間 把自己想做的事情完成 然後我只是想要分享給大家 這樣子 所以今天就是 等一下錄完就是去營業中 回來就是再繼續練舞 準備 然後最近都會來吃一些 非常沒有味道的東西 有在隱控對不對 有隱控 身材還是什麼 不然就要隱退了 會小露性感一下嗎 會 會 我們的服裝真的是滿有看透的 所以大家期待一下 這樣子 那在雕琢哪個部分嗎 雕琢喔 腹肌的部分 因為胸現在被教練 我有一天練一練 然後教練就說 哇塞 太大 太大 被嫌太大 真假 教練喔 然後上一次去錄營業中 因為飯店剛好有游泳池 然後他們就去偷拍我游泳 然後我 但是我在那個Locker裡面 我最驚訝的事情 是我很久沒有看到我自己的胸部 因為我都是很累 然後練完就回家睡覺 哇塞 這是誰 有到 硬嗎 什麼 硬應該是就是 基本 硬是幹嘛 要有彈性啦 對對對 好的肌都要有彈性這樣子 嗯 還不錯 哇 哇什麼啦 沒有 起在你的表現啦 會努力 有請嘉賓嗎 還是不會一個人 有 我有請嘉賓 但我不知道有沒有請到 男女可以說嗎 男男女女都有 還是團體 有嘉賓 哇塞 團體他們 三個還是 超過 超過三個 三個人以上 是會 也會唱以前的歌嗎 如果 不會 目前沒有 真的 目前沒有以前的歌 對 目前有一些 比較特別的是那種 嗯 talk show的類型 嗯 是這樣子的 嗯 會有舞蹈喔 好 欸 膝蓋快爆囉 下地板就對了 哇 現在是 大家都要跳舞耶 對 但是我沒有逼太 逼自己逼到太緊繃啦 就是有挑一些 適合的環節這樣子 嗯 結構 你好 過 過 糸